觀眾大家好 我是這一軌的議程助理 那現在我們要進行的是小亞城 一個基於RasperiPi and RS 的開源無人小車專門介紹 我們講了一個 一次So Sorry 他已經就位了 那我們來歡迎他 謝謝介紹 那可以介紹我是那個 我今天要分享一個主題 就是小亞城 要靠近一點 要靠近一點 所以這樣太曉得嗎 其實我不習慣拿 還是一定要拿大家才聽得到 因為你沒有拿的話直播會聽不到 了解了解 那 好的 那我今天要分享主題是 那個小亞城 就是Dakiton 他是一個基於 RasperiPi跟RS的開源無人 就是他的專案這樣子 那 我們是臺灣書店開箱 那我們是會幫金教掌 可以打一項公告 那我們今天會介紹的是 什麼是Dakiton 那再來是 會用到一些環境這樣 那我們會介紹一下 怎麼樣去做 他們上次的輸入 或是他 這個影像是 看不慢這樣子 然後再來是 會介紹 怎麼樣 他一些 論文字啊 等等一些學習資源 還有一些發展進度 這樣子 那我們最後一個 一個 弱弱的Demo這樣 那 先講一下什麼Dakiton Dakiton 其實 他是一個 這個專案是來自這個Dakiton 這樣子 那我們其實這個 講這麼多 我們直接看一個影片 這樣看影片其實 還不錯這樣 也蠻好混之間的 那這個 這個影片是 可以看就知道 那這個 他是 我們會做一台車 因為這個專案主要是做一台 車 那除了這個做的車子 還有整個 整個地圖這樣子 然後整個專案叫 Dakiton Dakiton 包括這個 這個第一個 這個城市叫 Dakiton 然後這個車叫Dakiton 這樣 那 他主要是上面就有一個 上面就有一個 鏡 一個相機這樣 一個相機這樣 那我們 他這個 他這個 車子 可以讓他在這個 圍道上行走 圍道行走 然後這個第一座 就是 去設計出來的 那 他上面唯一的 對這個車子來說 我們這自有車 他唯一的 這個感測器 就是 有一點相機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他這個看到的結果 那他就即時去找到的 直線 就是 他的 圍道的直線 那他再根據一些 這個 這個機率 機率的模型 去預測過 到底他該怎麼做 是正確的這樣子 對 然後 那這個專案他 是 主要是用在 用數量排排 數量排排 這樣子 其實是一個還蠻 一單價的 一個可以做的自動車這樣 那主要是他的 這個所謂打機場 就是他可能要拯救小鴨子 不要撞到這個鴨子 那這個是一個 M-I-K專案 他在2016年 去拍攝這個客廠這樣 那他其實不只是 希望在路上 這個再玩一玩 他就要是 有一個很便當的 就要跟TOYOTA 都說這樣 他希望這個 這個這樣的專案 最後可以發展到 是一個 收到可以真的 在路上跑的一個專案這樣 那 那 就他們在2016年的時候 就拍攝了 跟這種 車子的這樣的 特質這樣 那其實你可以看 除了一台車 都還有拖海車的 這個 拖海車互相的 控制 或者互相的 資訊交換等等 我跟他 稍微介紹這樣 那 這也有適合小朋友 小朋友可以 拿一個 搖桿 可以讓他這樣 玩一玩這樣 蠻有趣的這樣 這個是一個 這個專案的介紹影片 看這專案應該大概 看這影片大概也知道 整個內容的主要 怎樣 那 他主要是 雖然這個專案其實 他其實一開始 2016年的時候 他其實是 稍微的複雜 因為他其實 我剛剛介紹他其實 他是分了兩個部分 一個是這個 就是這個 整個地圖的建設 他就是 那個 那再次說 這段 你還要有台發環境 所以看起來的時候 他在前面的那個 小車 這個大吉巴是他的 就是 他的設定性 是 有一點 花一點工夫 那再來是你的 開發環境 可能是 建議室在用在 用不當的 開發環境這樣 那 到最後 會有些網路設定 在開始之後 網路設定 他會做一些 各種的校正 相機的校正 車體的校正 那就在這個 這個車上 很好這樣 在這個整個大吉堂上面 在那個 小阿城上面跑 這樣 那 對我們從歷史開始講 他對他 因為2016年 他是一個 這個MindGap課程 後來2016年 就是 有一個老師 他突然來 要交大這樣 往一個 交大電界 往學生裡頭 蠻好吃 那他就在 交大開了一個 暑期的課程 就在介紹這樣的 用這個 這個課程去開課這樣 後來他陸續在2017年 有一個 有一個 十三學分的課程這樣 那除了這個之外 那其實不只 那有其他的 就就是 世界上其他學校在用這樣 比如說 蘇黎世的聯邦理工大學 也是用這個課 來開課這樣子 那其實不只啦 那其實不只 那其實 看到各地方都 都 世界上各地方都蠻多的學校 建立用這樣的 這個 這樣的 狀態來 這個教授這樣 那 包括這個交大 MIT 蘇黎世的聯邦理工大學 那就是這個 Torota的創新中心這樣子 那為什麼 為什麼這專案這麼多人在用呢 那其實是因為啊 就是他這個裡面 其實包含蠻多的內容這樣 比如說 你可以從 這個 他學到一個 比如說感測器的校正這樣 那 那所謂感測器 校正其實就在講 他主要就是 一個 這個相機 一個camera的校正這樣 那但是除了camera之外 你如果說有興趣 可以加起他 更多的 更多的感測器 比如說一些距離感測器 或是一些 這個 來打 逛打之類的 那可以做更多的 更好的感測器 這樣 那只是在初期的合法目前 做一個 就是加一個面對方而已 那所以說你在這個 上面做校正傳 你還會 因為需要知道這個 這個 應該根據 這個 你要知道 該怎麼做 因為需要一個 計算機視訊的 這個 知識 你知道什麼是武器辨識 還有一些 培學應付器 選擇的定位 用散散器 然後我們都會介紹這樣 那所以說 在這個專案裡面 主要主要會做什麼 第一個就是 你會需要 把這個 這個小設備架起來 安裝設定這樣 那再來是 你要建構一個 這個Duckibar的環境 那其中在 Duckibar的這個 這個小設備裡面 它用的是ROS ROS 這個 這個 系統這樣 那你可以再增加自己的一些 在ROS上面 它可能很多一些功能 是你可以再擴充的這樣 那它就是 可以讓你自由擴充 它加入自己的信用體 跟信用體的功能這樣 那在一開始的時候 你可能會 最簡單的時候 你可能會做一個 車道分子 就是我們講的 就是看著一個回道 然後跟著沿著回道走這樣 那之後 然後這個 你可能會 會再多一點的時候 你可能 就進階一點 你可能會 根據這個廣場去 去 定位 就是去做一個SLAM 就是所謂的 即時的一個地圖建立這樣 那你就可以做這個 現在目前 車子的 這個小鴨車的 這個 定位這樣子 那你甚至可以去做一些 規劃啊 或什麼 可能你把這個地圖 畫出來 之後 那後面 因為後面說 希望呢 有破壞車 就是人家的地方 所以你可能會需要 破壞車的 不同的資訊交換 讓它知道 我現在車要前進的時候 有人車要前進 有些車要右轉的時候 那可能 沒有要撞票這樣 不然可能遇到三方 又麻煩了 有些交換訊息的 一些機制這樣子 那會有一些 這個系統承接支援管理這樣 那這整個專案會用到的東西 這樣 那一個就是 車子 那另外一個就是 那這個 這樣的 第一題 那這個其實 每一個東西其實都會 它都有一個 滿清楚的規範 告訴你說 你應該怎麼去建置 那比如說 Dakibab Dakibab 你會有需要 一個三輪小車 這樣 三輪小車 那它是用树莓牌 它是用树莓牌 就列車牌這樣 以前是牌圖 現在是牌山這樣 那它最主要是一個 它的這個 這個 速度來源是 它一個魚眼相機 然後最後一個 馬拉公尺板這樣 那根據這個 去做 去做控制 那還很重要當然就是 會有個 小鴨 這樣 然後它跟2014G1 那除了這張 還有Dakibab 大概就是這個 帝國建議 它上面這個 它上面有很多 這個很多的標誌 標籤這樣子 它很多這個 黃線啊 紅線啊 白線其實有不同意義 那比如說這個 我們現在就代表的是 停止線 那比如說我們看到 這車子 那一棒 這個 開到這邊的時候 它可能要停止 那可能 遇到有三叉路 就是四叉路 是要直行 或者是要右轉 等等的 那這些東西它其實 都有一個 這個 在手冊裡面 都有一個很清楚的定義 說到底 你該怎麼去建構你的地圖 建構你的Hakutown 那比如說 就是 這個 直線 就是三方向 那比如說 這什麼叫做 控排 上面有任何東西 那除了之外 它比如說線 就是每一個道路 比如說 我們這個外面 最外面是白線 那中間這個 分隔線是黃線 那黃線是 一段一段的 黃線是一段一段 那你看它上面 都有告訴我 比如說 車道之間寬度是 20.5公分 那比如說 這個 然後再來是這個 黃線 黃線的這個 黃線需要大概是 1.5公分 那這個 白線的這個 不需要是2公分 那它的轉彎的角度是多少 它說明確定義 那為什麼呢 因為它這個定義 你一開始的時候 因為這個專案是 它會影響的 影響都會很多 那 那如果說你一開始 我們把這個 問題給淨化 就我們一開始在一個 我們自己 定義好的一個 這個 定義好的一個 這個 道路上 那 可以把問題講到最低 我們可能可以先去 花精力 去解決一些其他 那 在整個這個 軟體的對移疊上 它主要是這樣 它下面一提是用 這個 出現它的RacerPi 那它上面 有一個 那上面 上面有一個 然後在上面用的是 主要是用Python 來開發這樣 Python的OpenCV 開發這樣 那 RacerPi是什麼呢 它其實就是 主要在 可以 可以廣的一個 這個 中心 那就是它就是 現在修卡 打了電子 這樣 它現在已經到Pi3 D加了 但是目前 因為 總總原因 因為現在它那個 ROS 跑在 那 Pi3上面 所以目前 在WP 旁邊 它用的硬體 還是 Pi3 是最新的D加 用Pi3D 那其實這兩個 這個 梳理輸出器 跟這兩個 一體會其實蠻接近的 這樣 那你用Pi3的話 有個好處 就是Pi3跟一般電腦 有什麼不同的 第一個它有 上面很多的GPL腳位 就很多這個腳位 那你可以用這些腳位 去控制引體 那也就是控制我們的馬塔控制板 根據馬塔控制板之後 那再去控制這個 車子的走向 車子的方向等等 那再來是它 有無限的這個Wi-Fi 這樣 所以我們可以 去做 譬如說 做控制啊 把影像傳回來等等 那最後 它有可以接這個相機 那 譬如說 有一個CAMERA之後 你就可以上面做各種影像 這樣 就是它唯一的輸入 資訊 這樣 那 我們上面用的是 這個座面它上面可以用 其實支援做一些很多 那 那 主要我們在上面用的是 網路 Mate 就是網路 Mate 那然後 它 因為 目前建議是 這個 裝在 浮光圖上面 這樣 會使得很多問題 那為什麼要用ROS 呢 就是 ROS 大家知道的比較少 這樣 大家比較少知道 那 大概簡單講一下 這個 會用這個ROS的一個概念 就是 如果說我們在設計一個機器人的時候 你可能 假設你要讓一台機器人會動 看到 根據一個 輸入 它上面有各種感測器 那比如說 那它會需要根據這個 這個 外部的輸入 它會需要做一個內補 一個一個 如果要做層次的層次 去判斷說 到底最後的輸出 一行 這樣子 這個機器人要動 這樣 那它上面可能有多種感測器 那比如說上面可能有 各種感測器 就試管啊 這樣子 它上面可能有這個 加速度感測器 這個電子螺盤 它有各種感測器 才有辦法知道說 到底這個 目前這個 它的姿態是什麼 這樣子 那對於這個一台機器人來說 它其實 你可以看到上面 有各種的感測器 那這感測器來說 對它來說各種輸入 那它會 隨著會 即時的 就是隨著時間 會有不同的感測器 會一直 就是 你會接受到不同的資訊 這樣子 感測器的資訊 那當你 這個有各種的 輸入來源的時候 在不同時間 有各種的輸入來源的時候 你怎麼去處理這樣的資訊 那最後 對它來說 有機械人的輸出可能就是 就是如果腳要怎麼動 身體要 手要怎麼動 才讓姿態平衡 才辦法讓它 往前跨 這樣子 那像這樣子 就是你需要處理 多樣的輸入 那最後 多樣的輸入 這件事情 那我們 通常可能會 可能用中路中斷 或是 可能用肚子女學來處理 就是 這樣的話你的程式其實 沒辦法擴張 就沒辦法跟它共用 所以說 這個ROS 這個ROS 就是Robot Operating System 就是機器人做一系統 那其實就是它 就是為這個 這樣的機器台 軟體開發去設計出來 一個系統架構 那它上面 它主要就是 比如說就解決我們剛剛 講的 這樣的一個最大問題 就是你如果多個訊息 同時輸入的時候 我怎麼去做處理 所以跟它來說 可能會有一個 Node 這個Node 跟這個Mask 這個說的 改革器就是Node 那你就會 跟這個Mask 去做Pol 然後它就幫你做這些 資訊人交換板 這個架構很喜好 所以根據這個架構開發 就很方便 那上面它很多 可能它會需要各種的工具 比如說你會需要一些 模擬的工具 或視覺化的工具 那它提供了一些 這個工具 這樣可以很方便去看 這個模擬的結果 再來是它會有一個 自己的這個編譯型 就是一個開發的 這個主開工具這樣 那你可以在上面 就是有 這個設定 對各種參數 對各種感測器 設定不同的參數這樣 那再來是它有 設定系統 因為你在這樣的架構上面 去開發 我們根據它的規範 去開發 它變成別人寫東西 就是我們是可以共有的 那因此 你在上面 你很多東西 不需要重剪 就是我們開一個相機 然後我們做一些 這個主持平像 這個部分 就不用取出或重剪 就是我們可以用人家 現成寫好的一個 Campage 就可以拿一次 那有 因為有這樣的生態型 所以大家在開發 在開發上會加速 這樣子 那目前如果是可以 試驗的大概是 Pyth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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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最主要就是 那還有就是 那Python 為什麼用Python呢 因為它其實在上面 我們會需要做很多的 這個數學運算 那比如說 你會需要一些 現代啊 微積分 綠波等等 那還有一些 就是做影像值 可能會需要多一些 進去這些運算 然後再來是 你可能會用一些 現成的一些 這個處理的套件 你知道嗎 那大部分用Opcd 那大部分用Opcd 那後面 就是在這個 目前的就是 這個大Python 的一個規劃 正在發展的設計後 它有一些 給你一些 生物學的套件 比如說 Tentum R 等等的 那可以加速一些 就是可以讓它這個 在這個 你這樣辨識的時候 會有更好的效果 那好 前面大概介紹一下 就是它大概會用來一些 就是一個軟體 這樣子 哇 太小聲嗎 喔 是 那到最後 那我們如果說 把這個前面的東西 都弄好之後 那最後 就是 詛咒完成 這個車子 Darky Bar 就可以上路啦 那對他來說 我們前面講說 它唯一的這個 輸入來源 就是它的Gebra 所以它的 可以看到什麼東西 你可以看到 這是它看到的畫面 它看到的畫面 它看到的畫面是這個樣子 那你可以注意到 第一個是 我們的 它相機進來的時候 是一個二D的平面 這樣 但是其實整個現實生活 是一個 現實的世界是一個散地 所以說你就要處理這樣的問題 這樣 那甚至你可以看到這個 它這個邊緣是直線 對不對 因為它其實它是 為了這個 為了能看到更廣的 就是它看到更廣的 光角 這樣 所以它其實是那種語言相機 所以會有點變形這樣 它就是這個 這個會有點變形這樣 所以我們也要處理這個問題 這樣 所以說對它來說 它看到的原始的畫面是這樣子 那我們經過 就是你這樣處理說 比如說找邊緣 找直線之後 你看到這樣的資訊 這樣 就這樣的資訊 它跟圓圖疊在一起 圓圖疊在一起 就是圓相機疊在一起 是會有這樣的結果 那我們最後的輸出 其實就是 車子的控制 比如說 就是你要前 就是左輪跟右輪 馬達輸出這樣 所以這是最後 你的最終的輸出結果 這樣 所以這是你的 這邊是你的輸入 它是你的最終的輸出結果 這樣 那 所以如果說我們要 就是做一個 這個最簡單的 這個 lang following 這個所謂車道跟隨 就是簡單說 就是沿著車 是回到主化 那 你大概會需要 這個它整個pipeline 就是會需要做這樣 那比如說 這是一台進來的影像 進來影像這樣 那你可能會先去做一些 這個一些 風照補償這樣 風照補償之後 你再去做這個 這個車道的辨識這樣 車道辨識 那車道辨識之後 你可能在中間 你可能會需要做一個 這個 內部的校正 就是相機內部校正 跟外部校正這樣 那再把3D 轉成2D這樣 2D轉3D這樣 那你最後 你去知道說 你現在這個 根據你現在的 這個 車子行進的狀況資訊 你去 預測 你車子應該未來怎麼走 那 然後最後做判斷 然後控制這個馬達 然後車就會動 這個整個拍攝 整個這個流程 就是這樣子 那一開始講的就是 我們講的其中 就是 這個其中的 這個 比如說亮度補償什麼 因為在不同的時候 你知道你這樣處理最大的問題 應該是 它是一個 光學的相機 所以它會 跟不同的光學 不同的光 它可能 顏色會不一樣 比如說它的這個 照度會不一樣 比如說它色溫會不一樣等等 所以說你會需要做一些 這個亮度補償 那它做法就是 它透過這個配品的時候 做法 就把這個原來的顏色去分群 然後去跟 去 再去 跟這個原來 預期的這個RGB 色彩空間 應該會分到每一群 然後去做比較 然後再去做這個 去做正規劃 就可以把這個雜訊去掉 那就可以 從原始的 那 原始的資訊 它可以做一個改善 它可以做改善 這樣做 那 再來就是 你做直線偵測的時候 然後對它來說 它其實它用的是 這個 蠻常用的 就是我們講這個 就是 就是 天理的邊緣正車這樣 那它就可以找到 這個 整個 車道的 這個線段這樣 那它再去把 你的這個 進來的 圓圓圓的 畫面 它原來是RGB 轉彈hsb的色彩空間這樣 那它兩個做 M的這個計算 那它就可以 去算出一個機率的模型 這樣 它用機率的這個 pop transform 然後去波動轉換 然後去判斷出 到底它這個直線 是在 是在 落在哪個空間 落在哪個空間裡面 這樣子 那再來就是 它會需要做 二第一就是 內部校正跟外部校正 簡單說 就是說 因為你看我們一般人 在路上走 我們人在路上走的話 我們可以知道說 就是我們 頭往前跟頭往下 雖然對我們來說就是輸 可是 你如果說這個 這個 頭往前 往前看 就是頭往前的時候 正前方說 你走 跟你往下看 走形式是不一樣意思的 對 因為你要知道 你現在這個 輸入的 這個本身的這個物體 跟這個世界的坐標 它會有個相對的位置 對 所以一開始你會 會需要知道說 到底這個相對位置是什麼 這樣子 那這就是所謂的 這個先把這個相對位置 給定義出來 就是你的相機 跟你的世界的坐標 去做一個相對位置 做出來這樣子 那再來就是 你會需要做一個 這個 3D轉二D這樣 那3D的轉二D是 因為整個世界上 整個世界是一個 真實世界 一個3D的環境 那但是你 對你的CAMERA來說 你看到 就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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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畫面這樣 那你 得到了某一個點 其實就是3D進來的 那 表示說 假設我希望說 我必須要把這個點 還原成真實世界的 3D的位置 才行這樣 那這個就是稱為 cronaut projection 這樣 那我 未來我看到每一個點 我都可以 就是回背說 它在這個整個3D世界 它是屬於在哪一個地方 我還知道 我們應該 在應該是看到 這個某一個點 它應該是屬於 這個我應該往前 轉換還是往右轉 這樣子等等 那它就做一個這個 所謂的 音色轉換 那這是屬於 內部校正的部分 這樣子 那 我們剛剛前面講那個 OP transport的話 就是 機率分布的話 你就會可以看到說 它對每一個車的 上面的 這個 找到的 線段 那它在整個機率的分配來的時候 就會看到 會有好多點 不同的點 那 對你一個車來說 你看到這個線段的時候 你唯一 要做的就是 唯一可以輸出的參數 一個就是 你車子本身 離旁邊黃色的線 距離多遠 這樣 那我們就是這個距離 這個距離 這個距離是D 那它在是你 我車子應該要直走 還是要 往靠左 靠右 這樣子 往左往右的角度這樣 那這個角度就是白 所以說對你來說 你的輸出的結果就是 就是 D跟白 這樣子 你的 判斷的機率模式 是D跟白 那最後你就會 根據這個 這個 根據這樣兩個參數 那 你會得到一個 就是我 左輪馬達跟 右輪馬達的輸出的 一個電壓值 就是 T兩面的值這樣子 那我才知道 我到底應該要怎麼樣 才有辦法 沿著這個線 這樣子 那你可以看到 最好就是D最好在 就是我最好距離 這個車道是 應該是維持在平 就是這個D是DeltaD 應該維持在平的部分這樣 那角度可能會一直變化 然後又不會轉彎 就是角度會有變化這樣 那我就是 我最後的輸出 那以上就是 剛剛如果做完的話 剛剛整個這個影像 整個這個 這個 這個 那你就是可以讓它 在這個 路上開始跑啦 那除了這之外 那還有一些其他進階的功能 那比如說你可以去做一些 我們講說 Navigation Navigation其實就是這樣 對它來說 它相機 它不只是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地圖 然後知道說直線怎麼走 那它上面 因為上面我們前面講 它除了這個車道之外 它其實還有很多的 譬如說 還有很多的這個 這個 一些 標示 這樣子 那這個標示 其實對這個整個小阿車 小阿車來說 是有意義的 對它來說它就是 它就是可以做一些 特徵的地圖這樣 那所以它就是 根據這個相機 根據這個 這個 各種的 特徵 來可以建立一個 一個資料庫 那你建立資料庫 你可以建立一個 這個全域的地圖這樣 類似做 就是全域的地圖建立這樣 那你有整整個地圖 這個整個地圖之後 你下一次看到一個 新的路 看到一個 一個特徵的時候 你就可以判斷說 到底你自己的位置 身處位置在哪 這樣 那你就可以 就可以進一步去 規劃說 我要從B點到B點 該怎麼走 這樣子 那你可以看到 它上面的這個 是個信號 就它為什麼知道 比如我們前面講說 它有那個路有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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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位 或者說 三位 就是有這個 直線 或者說有 七字型 或是十字的路口 那它怎麼知道說 我現在我應該是要 右轉來直線 哪隻走呢 或是這個前面有紅綠燈 等點不同的標示 那其實它用的 不是真的 它不是用文字變質 是用這個 這個 標示 它用的是上面 這個 因為人家是QR Pro的東西 那這個我們稱為 是這個 那這個 那這個 它是專門為 這個機器人所設計的 一個標示 那你可以用這個去 定義說 你的一些後面的行為 這樣子 那所以說 對這個 相機來說 它只要辨識出 這個Apple Tag 它就知道說 到底我現在前面是紅綠燈 還是我前面是 這個 是要右轉 還是要左轉等等 所以你就可以在這個 整個地圖上 建立這樣 你自己各個 各個Apple Tag 那你到最後 你這個車 就這樣走一圈之後 你就可以 走完一圈之後 你就可以去建立這個 整個 整個權力的定位 這樣子 那你可以看到 它對它來說 對它來說 看到的這個特徵 很類似這樣 那它去做這個 其實這個 這個Stand之後 它可以去 這個 沿著路走一圈之後 你可以建立出 你的這個地圖模型 這樣子 那所以說 下一次看到的時候 就是它的時間 看到是 看到是 上面有這個 不同的Apple Tag 它可以知道說 這原來是一個 很右轉或左轉 是後風力等等 那前面就可能是 圖直線這樣 那它可以定位 它現在位置在哪裡 它現在走到這個 這個地方 它會知道說 我現在在 身處在地圖哪一個位置 這樣 你會不會去做一些 規劃等等的資訊 這樣 等等的動作 那 在後面 你會有一個 這個我們會講 這個有些狀態的計势 因為你對它來說 就是說你可能 除了地圖 就是本身這個直線 直線 你要注意這個 就是 沿著車道圖出來 你可能還要看上面的 就是 紅綠燈啊 或是Apple Tag 或是各種資訊 那所以說 它會 你會需要維持一個 它現在的狀態 它有定義的一個 這個 有限狀態的計势 那除了這段 你可能會用 突然間會用搖桿控制 那你可能會用搖桿控制 或是你會 突然間 有其他的這個 控制行為 那它會 就是你會 會需要在這個 有限狀態裡面 去 就是 讓它在不同的狀態轉移 這樣 才會讓它維持在 這個 正常的運作模式 這樣子 那 到最後進一步 你可能會有 多的機器人協同 這樣 比如說 這兩台車 現在要往直走 另外一台車也要往直走 那這兩台車 如果同時沒有看到對方的時候 那它可能就會互相撞 但這兩台車 假設有看到 它總共知道 誰要先走了 那它其實它上面 你說 它上面 還會有一個LED 這樣子 那它可以用LED 去做 設計不同的信號 不同的信號 比如說 它可以設計不同的信號 讓它知道 我現在我的狀態 或者我的意圖 是什麼 那對方收到之後 他就會知道 他可以另外 透過這個資訊的交換 知道 我現在就是 應該是要直行 誰先走 誰先停 這樣 那這是多台車的 一個協同的行為 這樣 那還有一些發展中的功能 比如說 那這個 因為其實在前面 我們講 那個 它的 阿克羅斯上面 你去建構這個環境 那其實是蠻有點普通的 那 比如說 你要跟著 無方圖 開發的機器 那去做這個 網路設定 等等的 那其實蠻麻煩的 所以說後來它現在用的 方式就是 你可以把一個 打殼拉下 這樣 那進化你的是各種 開發的 這個 抵達 這樣子 那除了這之外 那 你剛剛前面用的 因為其實前面用這個 判斷 它其實大部分是在做 這個 影像處理 然後在做一些 這個 什麼 迫不轉換 然後做一些 調整機率等等的判斷 那他們現在 正在引入一個 就是做經濟學習的方式 就是讓每一個人 每一台車子 你在看影像之後 那其實就是 你把所有的資料 那其實上傳到一個 一個 那 對 對後面的這個 開發展來說 它就可以根據你的 開發展 根據你的畫面 可以去做資料的 收集 跟學習 那以後 未來他們甚至可以說 比如說 對 他們就可以設計不同的比賽 那 在不同的場地 就是 會有 會有 這會有好多地方 好多場地 那 你只要把這個 這個 錄完之後 那我根據你給我的資訊 我去建立一個模型之後 我進行不到那個事情 那我下次去 我只要把我建立好的模型 就放上去 那我就可以在你的賽道上面 這個 比賽 這樣 那這樣就可以做跨國的一個 跨國的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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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目前最新的 動態有哪些 比如說 他們 就是前兩天 他們上了一個 那個 那 就是 比如說 他又跟你說 你149 就是送你 就 你知道 那個 東內 149 那就 就會來小車這樣 那比如說 你如果是東內 299 他就可以提到整個 基本的 開發環境給你這樣 那如果你要做教訓 你可以有 8 7500塊 那就可以 就好多台車這樣 那 再來一次 他們就是後來 就是 交納跟 就是 合辦的一個 比賽這樣 那 就是 DI DIVO 這樣子 那 應該在 今年 明年 明年 明年會有這樣的 比賽這樣 那就是 他們利用剛剛講的 就是大家把資料 看到的資料 上傳上去之後 那你 雖然沒有到場地去做訓練 可是我根據你上傳的資料 我下一次 我建立好自己的模型 之後 下次可以直接上一次去比賽 這樣子 所以那個場地 我不需要先去做 練習這樣子 那 最後就是 因為它其實它這個上面 會有一些 就是 大家如果開始使用 會發現其實 會有一些 就是 要找到資料不好找 也不是知道 就知道很多 也就是說 不是很一致 那 第一個是 你最延遲的資料 是這個 MIT 2016的這個 這個 這個 廣站課程 那時候用的 因為是2016年 所以它用的 這個 是用排體這樣 那它用的版本是 弱子是 印尼狗 比較舊版本這樣 那再來是它開發環境 是在 因為 每個人都要在 所以說 你為了 一個開發環境 它就用一個 來做開發環境這樣 那所以 那時候的速度其實 不是很快 這樣子 那後來 就是 他們就是 在2017年之後 他們有一個 大黑部門 大黑部門 它是用派賽 然後 它用那個 嗯 弱子是 Kennetic Kennetic 這樣 這個一個系的版本這樣 那所以速度其實就快很多 就是 實際上你的效能就 開成就好很多這樣 那 比如說 在2006年的初期 你也可以看到 找一些 交大的 課程 課程內容這樣 那還有 它在2017年 他們有一個 open course 就是 王老師有一個 軟體的出移轉移 這樣 那這些東西其實都還蠻好的 就是我們可以從上面 就是 比如說 這一個是 這是Darky Book Darky Book 它有跟你講 這個上面它有跟你說 這個其實大概是 呃 就是 一千 一千 八百多的步驟 一千 八百多的步驟 就可以做好 這個小車啦 對 其實還蠻寫蠻清楚的 可以找到 那 然後 然後 太留定一條啦 然後再來是 比如說 呃 那個 王老師他的 課程其實還不錯 他們都有 這個 影音 就是他有課程講義 那個 課程 就是 通影片跟他們的影片 還有介紹說 這個東西怎麼做這樣子 其實都是蠻好的參考資源這樣子 那再來就是 呃 後來就是 他們有一個 主教在 有修改一下 那個 Darky Talk 這個專案叫 Darky Talk 幫你 那他比較特別的是在 就是他 在 就是他 就是在一開始這個 用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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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版本 然後再來是 原來用的 這個 這個 那個 那個 那其實用這個的話 可以 讓整個成本降低這樣子 那 後來就是他們在 這個 那個 Cross Tom 的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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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再來就是 大家熟悉的 Jason他有做一個 專案 他就 也做一個專案叫 Puoma Puoma好這樣 那這個專案是 也是 去想要改進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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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是 那Jason的用是 他用這個 RTOS 他希望說 讓他的 回 有 反應可以更起始 這樣子 這樣子 那 我們最後 感謝一些人 那我們 我們 直接 看Demo 這樣子 Demo 其實就是 就是我們會有一台 車子 這樣子 就是 我們等一下會 Demo的車子 這樣子 大概就是 那我們現在 會有一台 這個 地圖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 就有做這個 比較小的 就做Land Follow 這樣子 那所以說 你一開始需要 跟這個 你的打擊法 做連線 那你看 如果連線成功的話 會有一個 小壓的一個 畫面 那 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會需要做的是 比如說 我們會先測試看 比如說他的 這個 那內部校正 跟外部校正的話 我們會需要用 一個 這個 這個 旗盤 去做校正這樣 那比如說 我們大概會看到 一個類似這樣的 畫面 我們會類似 看到一個 類似這樣的 我會用這樣的東西 做校正 那他就會在上面 看到 會看到 那隨著這個 你可能 好幾點 隨著你這個 旗盤的校正之後 那這個 他就是要 第一個他是做這個 這是做內部校正 所以就是 把你的 那個 預言相機 這個 預言相機 讓他去做這個 內部校正 這樣 那所以說 之後你就會把 等這個 等這個都完成 都綠色之後 你就會去 去做這個 去做 這樣 他就會伸出一組 參數來 那伸出一組 參數之後 你就可以 旁邊就可以使用這樣 讓他做基本的校正 那除了之後還可以外國校正 就是讓他可以 這個 可以知道 你現在整個世界的一個 相對的坐標是什麼 這樣 那假設都做完的話 假設這些東西都做完 因為都需要一點時間 那假設這些都做完的話 那你就可以做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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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道的 大家可以在路上跑 可以讓他在路上跑 你說 讓他踩 elekt術 出 好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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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看到應該就會是 看到應該就會是像這樣 這個光好像不太好 這個光好像不太好 可以幫我把前面的更打開這樣 那除了這之後他應該可以看到比如說 燈起很有影響的人 可以看到就是他看到的就是 我們講的那個線跟那個 就是他找到那個 就是原始的圖分 他找到那個點 就是他的邊緣去做 做重合這樣 那比如說你可以看到一些他看到的畫面這樣 這其實就是他看到的畫面 這就是邊緣偵測這樣 Penny Big Protection就是找到一個直線這樣 所以他看到的畫面長不一樣 那最後就是 你會最後得到他的影這樣 配分就是你可以算他的這個機率模型 你可以預測到你怎麼知道應該怎麼走這樣 那所以我們等一下就可以 我們這時候就可以讓他開始走啦 不好意思 今天還是我用手控制的 我現在真的要讓他走了 所以應該走響應該會長不一樣 然後就這樣 就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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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是你想像不一樣對不對 你想像不一樣 不會覺得說想像不一樣 那 那為什麼 那可能是因為我們 少做一些動作 少做一些動作 這樣子 那 少 少 比如說我們 要做的動作是 比如說我們去做他的 校正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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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說我們去做他 對他做校正這樣 那 那 做校正有沒有 這特體的校正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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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可以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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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跟他做一些校正這樣 那做的校正可以讓他走的 更 更開心這樣 做的比較平滑這樣 我們來看一下校正完結果會不會 好 就像這樣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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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經過校正之後 你會發現 因為這個我們做馬達校正 那其他有一些 其他的這個 像你的角度那時候也要在不同地方 那你會需要一些 他會先做順 這樣子 那比如說因為對我們 這個 這個本身這個 他對光的影響其實還蠻強的 希望是這個 光上一致啊 像這種狀況還是會受到光的影響 蠻嚴重的這樣 拿來 可以 是 以上就是我的分享 謝謝 那 應該 有問題吧 我们这边有这七十八十 来吧 来吧